台中一名只有台南啊 一名只有国中学历的齿摩师 30年来藏身在巷内 当起密医帮病患看牙 检警据报前往查期的时候 这个密医还正在帮病人治疗呢 而病患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看的是密医 密医因为收费比较便宜 大概有这个平常的三分之一价钱 所以连一些企业的老板跟工程师 都口耳相传来找他看牙齿 不少人想做假牙都觉得好贵好贵 不过台南就有一家牙医诊所 假牙价格通通是外面的四分之一行情 开业开了30年 病患更是络绎不绝 不过警方就发现这件老字号牙医 竟然是无罩密医 没有啦先生你就老实说 被人家教育 就这样而已 我们就把人家买都买 而这名占星牙医其实只有高中毕业 16岁开始学做齿摩 之后就在自家二楼开启了牙医诊所 由于相当重视卫生服务又好 主打便宜价格 连不少企业老板和工程师 都是他的病患 可是开业开了30年 现在才被揪出无罩 实在很离谱 而警方也当场查控 诊所内的医疗用品 并勒令停业 将证明证性密医 依法送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